在中國中部河南省雙丘市立醫院 醫生對38名患者的精疫進行檢測 由年齡15歲至59歲不等 中共病毒檢測都呈陽性 研究人員在6名患者的精疫中 檢測到中共新冠病毒遺傳物質 大約佔16% 有4名精疫樣本陽性的患者 處於急性感染期 有2名患者正在康復中 這點特別值得注意 根據該研究報告的一個圖表 其中一名男子自從首次出現症狀以來 已經有16天 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 一個人可以通過性接觸 或者用受感染的精子 進行子宮康內人工受精而受感染 德赫曼莎希德 貝克什提提醫科大學的亞米爾卡什博士 在一篇題為《COVID-19與精疫研究的未解決領域》的論文中強調 大家迫切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 有4名電腦